3月10号的晚上 NP魔幻力量在上海举办了新专辑射手演唱会 那此次为新专辑量身打造的射手舞 再度展现在歌迷面前 成员们就带领着台下百位歌迷共同跳舞 百人齐跳的场面善事壮观 赶紧来看一下 一开场在歌迷的欢呼声中 六位成员迅速掀起嘻哈音乐狂潮 以感觉饭不按牌里出牌等歌曲点燃现场 NP魔幻力量是摇滚界的新生力量 出道几年来 他们一直顶着五月天师弟的名号 在外有所依靠 而对他们自己而言拥有了榜样的力量 和五月天一起录制天机时 六个年轻人就从阿信身上学到了坚持 其实那时候在录音间 然后我们六个其实都非常紧绷 因为再加上那天 其实阿信已经两天没睡觉 马上就进录音间 所以其实他身体是非常疲倦的 可是从他的声音完全听不出来 不过年轻人也深知五月天不可复制 他们唯有创出自己的特色 为最新专辑设计的射手舞 就是他们的招牌噱头 目前来看效果不错 因为压轴曲目射手响起时 台下就出现了歌迷 齐跳射手舞的壮观场面 这也激发了六个年轻人 迸发出更大的魔幻力量 娱乐新天地新闻宴 徐仁奇上海采访报道